健康看这里来关心 目前台湾大约有200多万人罹患糖尿病 也是国人十大死因之一 透过血液检测血糖数值来判断 但是血糖正常也不代表就一定没有问题 因为人体内的胰岛素发生阻抗 导致无法有效降低血糖 但科技进步现在透过AI机器 用简单9个生理检测数值 就可以精准地确认胰岛素是否阻抗 进而提早了解是否有罹患糖尿病 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26岁的王先生因为从事工程营运 作息饮食不正常 导致体重将近破百公斤 有肥胖的问题 再加上因为有糖尿病家族遗传病史 让他很担心 我并没有糖尿病 但是胰岛素主抗又是糖尿病的前兆 提早地去避免说 我之后去获得这种长久的慢性疾病 王先生自己测血糖 血糖值都正常 但其实不代表没有罹患风险 为了健康 帮他努力瘦身了10公斤 而胰岛素阻断又称为代谢症候群 是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变差 血液葡萄糖无法进入到细胞内 无法有效降低血糖 造成心脏 血管等器官伤害 但现在只要透过9个简单的生理检测数值 靠电脑帮你来判断 那我们现在就是发展这一套系统 就是希望说找出 除了预测之外 然后知道你是哪一个面向的为主 然后根据这个面向来做调整 透过AI智慧科技 帮你精准运算 是否有胰岛素阻抗 若是胰岛素阻抗 恐怕就会有高达6倍 罹患糖尿病的风险 以及罹患高血压 高血脂 心脏病 脑中风的风险 目前这项研究也发表 在今年4月份 世界顶尖医疗期刊 提早发现 就能提早改善和预防 远远胜过治疗 街江网东山台中报道